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经济情势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哈喽学文早 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我们先从这个礼拜的 关键字开始说起 对这本经济学的The World Risk Week 在第八页跟第九页 那这一次总有27个关键字 我们挑了13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 可能大家听到会有点陌生 Liz Cheney Liz Cheney是本来美国共和党的一个众议员 那他8月17号 在怀俄明州的初选失败了 那这个州的共和党人 在党内初选对他投了反对票 那Cheney是为数不多 曾经直言不会批评川普的人之一 他曾经警告 川普关于选举被偷走的说法 是一个谎言 而且会损害民主体系 那在Cheney在2021年弹劾川普之后 川普就把他赶下台 当作自己的使命 那初选的另外一个获胜者 是Harit Hogan Hogan是一个从来不对川普说不的人 那现在他认为川普是他一生中 遇到过最好的总统 这是第一个关键字 第二个关键字是中国 8月15号 在台湾总统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的时候 中国在台湾周围又进行了新的军事演习 这次的演习呢 没有早前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斯 访问台湾时候的规模大 那中国再次声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与此同时 中国表示 他的部队将参加8月底 由俄罗斯主办的联合军事演习 里面包含了白俄罗斯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 第三个关键字是日本政府 这很有趣 日本的国税厅最近发起一个清酒万岁 Sake Viva的全国竞赛 希望通过比赛 征求促销酒类销售的创意计划 振兴税收的经济 这个竞赛要求20岁到39岁的日本年轻人 分享能够开启年轻人喝更多酒的商业构想 不管你喝的是什么酒 不过有趣的是日本的卫生部表示 跟他们无关 那主要是因为人口老化了 大家都不喝酒 然后最少有减少 我年轻人不喝是不是 是 继续吗 对 请继续 第四个关键字是通货膨胀 8月17号 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英国年通货膨胀率 在7月份要升到了10.1% 这是英国从198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能源成本上升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但交通和食品也加剧了家庭账单的压力 要求冻结国内能源价格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 预计到1月份明年 普通家庭的年度账单会再增加一倍 超过4300英镑 相当于5200美元一年 由于生活成本的紧缩 实际工资在4月到6月下降了3% 这是从200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准 第五个关键是英国经济 英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处于垂死的状态 比前三个月萎缩了0.1% 6月份工人们获得了额外的一天假期 庆祝女王的诞辰 尽管数字统计人员表示 这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 日本本季度的GDP则是增长了0.5% 年初是零 那日本的经济已经恢复到 疫情爆发前的规模 第六个关键是Walmart 8月16号 Walmart公布了一系列可靠的季度收益 市场松了一口气 7月份 Walmart发布了今年第二次的利润预警 但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开始增长 反映出消费状况比较坚挺 Walmart表示 消费者行为已经发生变化 低收入的消费者 购买了更多的罐装肉 和更少的熟食的产品 并且在商店内也看到了更多高收入消费者 另外一家Home Depot 这在美国也很有名 也报道了类似的状态 这个公司在第一季度 在一个季度内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销售额 第七个关键是天然气 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飙升 人们对俄罗斯供应的可靠性更加担忧 运输天然气的船 在莱茵河航行出现了问题 交易员们试图在冬天来临前支撑天然气的库存 荷兰前一个月的期货上涨到每百万瓦斯 226欧元 接近三月初的价格 比季节平均水准高出了十倍 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也大幅上涨 在炎热的夏天 由于发电机利用天然气发电 那里的地下库存已经不够 第八个关键是这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叫Uniper 8月17号 德国的能源巨头Uniper 最新公布了巨额的亏损 凸显了欧洲能源危机的严重 Uniper上半年的这个季度 上半年的这个亏损 是123亿欧元 大概是125亿美元 这个公司只获得了合约规定的 俄罗斯天然气的40% 所以被迫必须转向价格更高的 现货市场来弥补短缺 第九个关键是沙奥地阿拉伯的 Arenko 沙奥地的Arenko 报告了另一个创纪录的纪录利润 沙奥地阿拉伯国有石油公司 就这家公司 它的净收入同比增长的90% 达到484亿欧美元 这几乎相当于BP Chevron ExxonMobile 以及壳牌石油 第二季度 他们四家加起来的整个利润 拜登和其他的世界领导人 开始恳求沙奥地阿拉伯 提高石油产量 来压抑价格 而所谓的沙尔曼 就他的王储 在收获如此巨大的回报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做的意图 第十个关键是中国的人民银行 8月15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展开人民币4000亿 中期借贷便利MLF的操作 还有20亿人民币公开市场的逆回购操作 而中标的利率分别为2.75% 2% 平均下跌了10个基点 这是人民银行年内两度的调降利息 这个调降利息的动作非常出人意外 因为此前公布了令人失望的零售数据 和制造业数据 与此同时 中国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开始上涨 有报道说 中国政府正计划通过一项计划来支持 备受打击的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计划会使他们能够通过 命令国有机构 承销他们的新债券 来为债务债融资 第十一个关键是腾讯 8月17号 中国最大的电玩游戏 腾讯第二季度的营收下降3% 是18年来的第一次第一个单季营收的下滑 中国这个市值第一的上市公司 腾讯的广告收入跌幅已经创纪录了 他第一次出现了单季的营收下滑 凸显中国经济的恶化 对中国的最大企业的伤害 事实上这家中国科技巨头 已经陷入政府对大型科技的打击 今年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任何Game 这个视频游戏的许可证 而视频游戏是腾讯的重要获利来源 据说这家公司希望出售 它在食品配送的每款 240亿美元的股份 第十二个关键是 Back to work 回去工作 8月15号 Apple正式通知旗下员工 9月5号开始 每周必须回办公室工作三天 这是Apple在因为COVID-19 延迟上班后的再一次尝试 Apple要求员工 9月5号开始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 你必须在办公室 另外一天由团队的领导人负责 合计你一个礼拜最少要回公室三天 Apple的做法比大部分的矽谷同行严格 有一个高管已经公开宣称要离开Alphabet 显然就是因为Apple在政策上缺乏灵活性 最后一个关键字 也是大家比较没听过的名字 叫Boom Subsonic 8月16号美国航空宣布 要买入20架Boom Subsonic 的Overtune的客机 而且保有增购40架的选项 据估计这个新的飞机 它的飞行速度会比现役客机少一半 你譬如说从台北飞美西 本来是要10小时以上 这个飞机只需要5到6个小时 联合航空也宣布要买15架 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Boom仍然在跟老师莱斯 讨论发动机的问题 不过你如果乘坐超音速飞机 节省的时间 可能会花在机场行李上 因为现在所有的机场都缺贡 这大概是今天的keyword Boom Overture是不是 美国航空 不是的 它的飞机名字叫Overture Overture Boom的Overture 这个我还真的没听过 可以来观察一下 因为你在波音跟空八之外 这家公司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这个异军突起 这也可以值得观察 学问你自己怎么去看 Apple它这个back to work 就是回到办公室工作 这一个政策 推不推得动 因为我们从这个COVID-19之后 就一直谈Walk front会不会变成一个 Walk front home会不会变成一个 上班的一个常态 新常态 那现在Apple的政策 你怎么看 对这个事情要分两个层面看 第一个因为台湾之前因为清零政策 而且台湾其实真正企业的运作没有影响太大 所以对于Walk front home我们感觉不是太深 除了你在南港或者是科技公司 或软体公司 可是其实大家有注意到包尔一直说 他最care的除了通货膨胀之外 就是就业市场 因为其实所谓是不是恶心通货膨胀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于薪资会不会一直螺旋上去 这我们说过嘛 就是物价跟薪资的螺旋上升 因为8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这样 然后Walk front home因为缺工 那很多企业主就被迫 我只好加薪 为了要你们回来 尤其在服务业 所以其实现在其实美国担心资格 那对企业主来说也是这样 我一直缺工 我的企业的营收就会受影响 然后我的薪资就可能往上涨 然后如果恶心通货膨胀出来的话 其实对企业影响很大 然后另外最重要是这些科技公司 包括Alphabet Apple 其实这几年的 包括iPhone的这个获利啊 都没有以前那么好 所以其实企业主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尤其在美国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用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回来工作 回办公室工作 Back to work 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然后要减少劳工的意思吗 不是啦 他是因为现在很多在矽谷工作的人啊 他们都不愿意回公司工作 那他们有人就搬到郊区 对 那现在如果要求他们要在办公室上班呢 会不会变成也是一个浪漫 这个从纽约开始就有了 这也会变成 所以可见得要完全work from home 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不对 就公司的运作上面来讲 他还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在办公室里头 对 去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用正面解读 就说蛮好的啊 拿很多软体起来 像论什么的 可是站在企业组的角度 你比如像我 很难 有很多face的东西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你看 疫情的改变工作的形态 Wolf Long Home 其实在欧美形成了风潮之后 现在企业主要要求 他们回来办公室工作 不过看起来的 还是抗拒还蛮深的 所以呢 那么整个的趋势 会怎么样子的在发展 我觉得我们还要再观察 Wolf Long Home 会不会到最后变成 欧美的某一个类群的 这种产业 它的新常态 我觉得这段期间 可能就是在拔河期间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Cup Story要来谈的是 川普还会再参选吗 刚刚的关键字当中 第一个这个 利兹钱尼 就是前副总统钱尼的女儿 她在共和党的初选当中 败给了川普所支持的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选人 这里面呢 因为她是反川普的 在共和党里头的大将 所以这件事情也被预告说 在共和党里头 没有人能够与川普相匹敌 来 薛文 所以我刚才前面才说 现在地缘政治的这个 各种影响 匪夷所思 那大家如果看到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封面设计 你会看到好久没看到的 那一个穿着松垮西装的川普 又出现了 那这一次经济学人 这个完全做了一个图 去取消他 你会看到他左手 用拿着一个狗绳子 可是狗绳子的另外一边 不是狗 是一只像 那这个像呢 大家知道象征的是共和党 而更有趣的是这个像 头上还戴着一个红色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 那上面呢 写了一个英文字 Leish Leish是什么意思呢 是被狗绳拴着 或者是约束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共和党现在完全被川普 掌控 那这次经济学人 把这个议题放得蛮重的 所以总共有五篇文章 包括续论第一篇 17页的briefing专闻 美国板块第一篇 美洲板块最后一篇 文化板块第二篇 还有商业板块第一篇 对不起 六篇文章 来讲这个议题 我把它稍微 抗拜之后跟大家分享 金济学人怎么看川普回来这件事情 我想目前很多的问题飘浮在美国的上空 内有外患 甚至是西方世界的上空 那个曾经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 结果甚至威胁要解散全球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并且跟俄罗斯普京勾结的人 会不会再一次出来参选美国的总统 如果这样有没有办法阻止他 可能有人会说 现在问这个问题好像太早 不过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其实已经越来越近了 此外 尽管川普的执政记录非常糟糕 而且他在上一次选后的表现也很丑陋 那但是他对共和党的掌控 其实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强 投票弹劾川普的十个众议员的共和党人中 有八个人 要么已经面临退休 要么已经被初选淘汰了 与此同时 共和党在某些地方担任提名委员会的关键人士 已经明确表态 他们选择相信川普在2020年的选举结果 是被偷走的 共和党内竟然有高达五成的选民 认为川普是最适合的美国总统 在一个以30%的支持率 就可以击败大部分的竞选对手的民主体系中 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开始 除非川普决定不参选 或者有什么事情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否则他很有机会 简单赢得共和党的提名 这会引出第二个问题 还有没有事情能阻止他 经济学人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法律 川普面临的众多调查中 最新的一项是本月早些时候 联邦调查局FBI所披露 川普从白宫拿走的机密档案 另外关于川普有没有在税务申报上 撒谎的争议到现在还有不确定 但共和党内支持他的声音确实越来越大 支持他东山再起的行动 甚至已经开始集结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些法律争议反而增加了川普竞选的动机 而不是阻止他 在一个所谓的复仇背景中 他竟可以高喊法律迫害和决定出马 这会让川普找到行动的机会 并进一步消耗美国的民主体制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商业界 在以前美国企业可能会动员 让川普知难而退 可是随着共和党成为蓝领的白人 和越来越多保守派西班牙裔的支持对象 大企业还有商业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美国大企业现在对共和党 在11月获胜的前景忧心忡忡 目前的共和党当权派 就像是一个流亡政府 他们私下抱怨川普的领导 而且急于推出一个能和川普抗衡的人选 可是目前为止 共和党还是看起来束手无策 他们缺乏一个扭转于面的支持对象 或者手段 当然距离第一次共和党初选 看起来还很久 但现在的美国政局 真的是乱七八糟 民主党预政乏力 共和党一片混乱 川普却似乎趁乱 牢牢掌控这个被他蹂躏自己的政党 如果共和党和法律 都没有办法阻止川普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呢 经济学员建议 Cheney能够公开竞选白宫的总统候选人 以及吸引共和党的选民 因为他们实在不想在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字旁边打勾 如果他们中够多的人 在势均力力之下选择了共和党人 那么川普可能无法在选举团中获胜 我当最后说到 更好的办法是依靠美国人民的道德判断 人们很容易忘记 川普在选举中的私利连连 在他担任总统的四年时间内 共和党一口气失去了国会两院和白宫 许多选民心知肚明 他充满危险 不尊重民主 大多数人也不希望他重新回来执政 川普之所以极力反对投票箱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知道投票箱有可能击败他 好 我对这整篇文章呢 我的唯一的评论就是 我听到经济学人满满的焦虑 而且对于 非常非常焦虑 对于如何阻止川普无计可施 好 他只能够不断的尊尊相劝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他对于普遍的大量的美国民众 其实没有影响力 他只对精英有影响力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你挑选了 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 其实谈的是台海危机 对于跨国企业的影响 这跟台湾有关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也很好 因为其实 奉献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论点 我觉得在政治跟国防外交上 我们可以琢磨的地方不多 可是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赶快 针对经济跟产业上面有一些布局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在点出 我们一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就是全球的企业 尤其西方世界怎么看台海危机 它的主标题写的是 西方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 他用wake up 就是精醒的感觉到中国风险 补充标题写的是 台海危机告诉我们 他们有必要 这些跨国企业有必要 对冲风险的敞口 而且赶快制定应急的计划 我们来看看内容 文章一开始他说 一场全球疫情的爆发 一场欧洲的重大战争 这两个风险在发生之前 我们都是很难想象的 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 美洛西来访问台湾 进一步引发了台湾 跟中国的台海危机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个月之后 这迫使全球的企业 尤其跨国企业 要面对这么一个可能性 就是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 看起来还很遥远的风险 突然近在此时 美中冲突 或是类似的地缘政治紧张 已经压不下去了 企业面临着思维方式的必须转变 在后冷战时期 以及2001年 北京加入WTO之后 我们一直认为 深化跟西方的贸易 可以把中国拉入自由世界 企业也逐渐习惯 在一个基本上良性循环的全球环境中 营运 当时纯粹的经济思考 不需要考虑政治 只要在具有商业意义的地方 工厂 或者是建好供应链 那基本上企业就可以运作得很好 随着北京作为地缘政治对手的崛起 安全考虑 再次压倒了经济考量 西方政府现在认为 至关重要的是 怎么建立供应链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而且必须以战略盟友为基础 就是所谓的供应链韧性 或者是友谊的支持 企业界在过去的全球化 投入了大量资金 不过他们低估了地缘政治 跟政府思维变化的影响程度 事实上 川普对北京的贸易关税 中国对香港民主的镇压 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 已经迫使许多企业 早就开始重新审视 对中国的依赖 疫情促使他们重新考虑 关键零组件 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并致力于使供应链 更加具备人性 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后 俄罗斯面临了撤出的压力 这迫使每一个美国企业 和跨国企业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 如果中国也入侵台湾 还要怎么办 麦当劳冲莫斯科撤军 他是在1990年 就抵达莫斯科 而且是全球化的一个 关键时刻 充满了象征意义 西方企业现在已经明白 台海危机 同样可能导致 投资的搁浅 解冻或者注销 并使供应链陷入混乱 而且规模要更大 跟俄罗斯不同 中国跟台湾 有90%的先进晶片 都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制造出来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任何迫使西方企业 冻结或撤出 这些业务的行为 都会让全世界的经济 受到双重的打击 正如许多跨国企业 已经发现的 在许多产业 很难取代中国 在特定集团内 建立供应链的尝试 也会遇到问题 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产品 也涉及数百种 零组件的投入 由于担心 未来的摩擦和冲突 西方企业 跟中国的大规模脱钩 看来已经不可能实现 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会推高成本 削弱西方的经济 不过 跨国企业不应该 简单的认为 减少在中国的风险太难 并希望北京与美国 有可能找到台海和平的解决方案 瑞里姆林宫 重新划定欧洲边界的努力 表明了他一厢情愿的危险 那基本上呢 他有几个对跨国企业的建议 第一个 如果你的收入和利润 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或者台湾 这些跨国企业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 赶快找到对冲这个市场风险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 投资人一定会开始要求 披露更多的地缘政治脆弱性 所以跨国企业必须要把地缘政治 列入非常重要的考量全职 第三个 各个跨国企业的董事会 会开始要求把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 和应急规划纳入 用于疏散员工还有搬迁业务 文章最后提到 就像乌克兰和台湾的对峙 所表明的那样 不可想象的事情不但会发生 而且会突然发生 好 那么 其实这件事情 它固然里面谈了很多 其实是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经济上面的依赖的问题 但是它这里面呢 小小的点到的台湾 其实对台湾的冲击 可能会远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冲击 因为毕竟对于台湾而言 我们的可取代性 因为我们没有大市场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很多人投入的目的 是为了要争取那个市场 可是台湾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冲击 可能反而更大 所以这点其实就是 我想学文也希望大家好好的省思 就我们政府至少在这一块 可能要多做一些事情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台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学文你这篇文章 其实也蛮重要 因为从7月开始呢 美国股市出现了一波大反弹 其实反弹的幅度还蛮强的 经济学人这个乌鸦 又开始提出警告了 他小心这个会不会是雄陷阱 怎么看待 对 经济学人这一次 在这个金融市场的议题上 用了两篇文章 分别在旭论第四篇第13页 还有65页的梧桐树专栏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因为两格的观点 都还算蛮载 蛮新颖的 蛮特别的 那他在旭论第四篇的标题写的是 就像刚刚凤馨说的 小心熊的陷阱 然后补充标题说的是 一场新的美国牛市 看起来正在上演 但他能不能持久 乐观的经济消息 一下子让所有投资人 又开始欢欣鼓舞 我们来看看内容 他说丢掉不快乐的事情 是好甜蜜的一件事情 就在几个月前 全球的金融市场 还在所谓的恶物战争 通货膨胀 还有升息的痛苦冲击之中 今年上半年 更是美国股市 过去50年来 最糟糕的六个月 美国的S&P500指数 在那六个月里面 暴跌了21% NASDAQ下跌了32% 可是奇怪的是 六月中旬以来 整个市场展开了反弹 NASDAQ从低点上涨了两成以上 其实以经济学的定义 或者名义上来说 牛市又回来了 S&P500指数上涨了17% 也接近了牛市 Apple现在只要再上涨7% 它的估值就回到了3兆美元 那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转变到底会不会持续 好消息 这一次的反弹 其实根源于一系列 发生的好消息 企业在最近几个礼拜 发布的获利报告显示 美国消费者在第二季 确实持续在买东西 8月16号 Walmart宣称 家庭支出出现了强劲的增长 这让Walmart的收入 同比增长了8.4% 消费者的乐观情绪 确实在回升 另外 美国7月份 还新增了53万个就业岗位 更令人兴奋的是 跟一个月前相比 消费者物价指数 没有继续飙升 更重要的是 2022年上半年的市场崩盘 并没有让金融体系 出现潜在的危险 除了在加密货币领域 发生了一些爆炸之外 美国的金融业 迄今为止韧性十足 乐观的解释是 软着陆的假设 好像开始在进行 在这个世界 通货膨胀有可能 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 开始下降 美国联准会 甚至可能 不需要这么迅速的提高利率 消费者对通货膨胀 未来一年的预期 也开始下降 市场的定价告诉我们 联准会可能会在 今年夏天之前 开始以比预期 更温和的速度升息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也预期 企业可以在今年收益 没有明显放慢的情况下 毛发无损 可是经济学员认为 现在松一口气 真的太早 首先通货膨胀 远远没有被克服 7月份数据的放慢 主要是因为能源成本的下降 尤其是汽油成本 这反过来又抵消了 像房租租金 这一些部分的通货膨胀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在内的核心物价指数 在7月份的折合年度 年度的利率 还有3.7% 其实是高于联准会的 目标范围的 另外 令人印象深刻的就业人数 伴随着薪资的快速增长 这表明潜在的物价压力 不会轻易缓解 由于对通货膨胀飙升的反应 曾经太过迟缓 美国联准会 现在根本不敢 一下子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 企业的获利也不像表面 看起来那么乐观 虽然投资人接受了许多 盈利强劲企业的好消息 但他们也忽视了 那些表现平庸的企业 例如Alphabet的报告的收入和收益 就比分析师的预期来的低 然而 这个消息传出后 它的股价还是上涨了8% 而获利的威胁 明明就近在眼前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根本还没有发挥作用 尽管美国消费者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受影响 但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 已经开始尊杰之初 中国从封锁隔离以来的 复数一直乏善可承 中国7月份的零售数据 和工业生产的增长 都比经济学家的预测 来得低很多 而欧洲 大家都知道 能源危机的阵痛挥之不去 文章最后提醒我们 历史总在告诉我们 很多的警告 就像华尔街那批厌倦的战斗生活的 空头投资人 很快指出的那样 过去的大多数市场 低迷都会在股价下 再一次狂跌之前 出现暂时的惊人返团 但它是一个片线 在网路泡沫破裂期间 NASDAQ在2000年3月到4月 下跌了三分之一 然后它飙升超过两成 仿佛又重新回到牛市 很多投资人进场之后 它就展开了两年 一个不停的日子 当然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很多人会这样说 但真的要说到这一点 现在的好消息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是提醒大家 就是千万不要被那个 就是空头当中的反弹 来这个改变的态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会过于乐观 当然这是提醒 那接下来最后这一篇呢 是谈中国大陆 那他谈的是习近平的经济改革 能不能够让经济持续的增长扩散 经济学人怎么看 对这一篇是经济学人 带我们去看看过去两年半 中国隔离封锁之后的内循环 到底做得怎么样 这篇文章在财经板块第四篇 它直接带我们去看的地方 叫湖南的长沙 那基本上我觉得写的还蛮接地气的 所以代表记者真的有去跑长沙 那文章里面一开始就提了一个 现在在长沙非常红的网红的饮茶店 叫做和颜月社 你如果想喝一杯他的奶茶 你必须在七八月的四十度以上的温度里面 排队超过一个小时 而这家网红的企业英文名字叫 Sex Tea性感茶 可是他现在很红 那他也让长沙成为了网红的热点 很多年轻人争相在社交媒体上讨论长沙 那他另外有一个有名的餐饮就是 辣的小龙虾 也成为了网络的红人 尽管人们现在还是担心新冠疫情 不过每天到凌晨十分 就是十二点以后 还是有很多人聚集在这个城市的购物区和餐馆 中国的社交媒体充斥着穿着时髦的年轻女性的照片 他们甚至在半夜 还在所谓32米高的毛泽东的半身向前摆之势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重心 是把财富集中 本来是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城市 但现在习近平希望把新的重心 往内陆像长沙一样的城市扩散 而且希望透过人工智慧云端计算 还有智慧制造 这些所谓新兴科技来推动所谓的内循环 用他的话来说叫工业4.0 中央政府的指令实际上 跟实际的商业活动相距甚远 他们充满了崇高的口号 还有对思想的长篇大论 长沙提供了一个我们近距离观察 这个革命实际进展的情况 然后他里面大概就说到 这座城市是所谓15个被规划中 所谓进入新一线城市的其中之一 他们占据了中国GDP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长沙当地政府很高兴有网红经济 不过其实真正更重要是怎么把工业重新拉起来 长沙其实有它的传统工业 它是中国两大工程机械公司 三一重工 还有中联重科的所在地 另外还有一家BSB 也是中国的最大的预制施工专家 那长沙以南的另外一座城市 是中国国有铁路中车的主要制造中心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 通过数位化和自动化升级 现在的工业其实很难 政府已经发放了非常多的补贴 鼓励互联网科技公司 围绕现有的机械建筑和运输公司聚集 因此有数千家跟自动化有关的公司 在长沙成立 可是官员正在观察 再下来会怎么发展 最近在工业区进行的一项改革 衡量了每一家企业 每使用一亩地所需缴纳的税款 然后来淘汰收入比较低的 结果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企业 其实没有真的在做数位化 第二个挑战是加速新创公司在这边落地 那在2022年的前七个月 长沙就成立了5180家所谓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而2021年有3000家 这里面有很多水分很深 水分很大 最后一个挑战是人才供应 就是到目前为止 当地政府有一大堆吸引年轻人的45项措施 不过内陆城市在现在的中国 真的很能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愿意去 因为那边其实跟沿海城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文章最后就是告诉我们 现阶段其实中国很多就是15家的新一级城市 都非常积极在照商引支 还有做内循环 不过以经济学院的采访的经验来说 他觉得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像表面看得这么好 好刚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网红的那个茶饮店 是茶颜悦色 我们很多网友很快的就提醒我们是茶颜悦色 这里面看出来那个政策的引导的方向 往内陆发展 这个整个的西部发展 其实它不太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它其实已经从胡锦涛时代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西部开发的计划 那新一级的这个15个新一级的城市 能不能发展成功 它提出来的这三点 我觉得很值得来观察 人才能不能吸引得到 你的创新的产业 是不是真的到位 还是只是灌水的 然后你的数位科技 是不是真的发展到位 这一点呢 当然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政策趋势发展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还有一长段的长路慢慢要走 对不对 其实它们很多经济改革 都还有很多长路慢慢要走 我们要非常谢谢学文 挑选这几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那不要忘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YouTube看重播 同时也可以到Podcast 新天地 康乃兴的新 新天地当中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 听到今天的节目 它们可能会变得到 那么 看到